第十二集 未死 上次說到我要去找余伯 問清楚什麼叫河神修隱 青鑼一聽到我說要出門 就有點不情願 不過他脾氣好 雖然不情願 但也沒有說什麼 他就拿了一隻裝滿水的水囊給我 笑聲說到說 余伯家很遠的路上小心點 嗯 你早點睡吧 其實說起來 這個青鑼也是那種天生禮質的女人 雖然上了年紀 但最近的日子比較安穩 不愁吃又不愁喝 那麼青鑼的臉色似乎又白細了幾分 就連額頭眼角的皺紋都少了 我就轉身出門 跑到河灘推四揚船下水 余伯的住處來這邊好遠 而且還要逆流而上 我足足用了整晚的時間 又差不多走了幾十里的路 才去到余伯家 當我去到的時候 天已經光了 而余伯的家 就是距離河丹十幾里之外 的一個小山咬 家門口前面 有一棵大壞樹 我降一到 剛好就遇到余伯想出門 但他自作和我師父鬥了兩鋪之後 就不再做撈詩人了 平時釣下魚 隨便找到眼仔 見到我這麼匆忙跑過來 余伯知道肯定有事 我將昨天和花家人遭遇的經過 和余伯說了一次 花家在大河灘上面 算是很有名的門閥 余伯自然聽說過 而余伯聽完之後 他沉淫了一下 拿出一個看煙袋 一邊吃煙一邊說 十三啊 你還是換回船 你們打禁中這一門的人 本來就很少 余千燈這麼多年下來 一直開四揚船 外面的人只要看到你開四揚船 只要隨便猜一下 就肯定猜到你和余千燈是什麼關係 嗯 余伯我知道了 等我回去之後 就把船換掉 我就很贊同余伯說的話 四揚船 簡歷就是一個無字招牌 那些全心找我的人 只要一見到四揚船 就等於發現我的下落 那隻這樣的爛鬼船 真的應該換掉它 余伯繼續說 喂 英俊 就是花家這樣的爛事 你就專門跑過來跟我說啊 啊不是啊余伯 還有一些更加大的事啊 我馬上整理了頭緒了 將四揚船回來之後的情景 有詳細講述了一次 最開始的時候 余伯就沒有說話 只是靜靜聽著 當他聽到河面出現了很多小船窩的時候 他馬上抬起頭 望了我一眼 呃余伯 做什麼啊 我說的都是真的 怎麼這麼看著我呢 就是因為你說的都是真話 我才敢看著你的 余伯答了一句之後 又倒下頭吃煙 我其實不想跟別人說自己的家事 但是這件事不說清楚 又怎麼跟余伯問東西呢 所以我還是把船窩當中 看到我爹的情景告訴他 余伯啊 我以前沒有遇過這樣的事的 我來找你就想問一下 到底這件事是不是河神修人呢 那你覺得 大河裏面有沒有河神呢 我不知道啊 我就拼了下頭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我們大河灘雖然偏僻了一些 但是歷史很遙遠的 住在河灘的老百姓幾乎什麼都相信 那些關於大河當中的種種傳聞簡直是數不勝所 你沿著河灘走一圈而已 到處都看到龍王廟啊 土地鳥那些這樣的東西 但凡是叫出名的神仙 就一定有人相信 只不過 河灘鄉下的老百姓呢 也都不是什麼隨便亂信 因為河灘上面那些神神鬼鬼的傳說 多少都有些根據和來歷 就算是誇大其詞 都不是完全的空月來風 不過 我聽了很多很多傳說 但唯獨沒有聽過什麼河神的傳說 如果不是當時花寡婦說了聲 我根本就不知道河神修人這件事 我就登起雙眼 望塞漁伯等他講下去 但是他倒下頭 只是不斷吃煙 等了好久都不說一粒字出來 我等得有點心急忍不住問他 漁伯 你知不知道是什麼了 十三啊 唉 有些事 不是我不想跟你說 漁伯終於收起了一個看煙袋 他繼續跟我說 你師父託父我的時候 都跟我說了少少的往事 但是他叮嘱過我 說你還年輕 不懂事 如果你知道的東西多了 反而一點好處都沒有 所以上次從皮家人手中救你出來 我和你只是說了肉頂爐 其他事就沒有再多說了 漁伯啊 你的意思是說 我師父和你說過河神修人的事 漁伯說了頭 講過 不過修人的不是河神 是你們打金鐘的祖師爺 又是祖師爺 我的頭當時暈了暈 不過想起 今次的船窩 和上次玉頂爐引出來的船窩 那麼像樣 那看來兩者之間肯定有多少關係 漁伯繼續說 你師父說 你們的祖師爺 也就是那條 神龍見守不見美的三眼佛師 他或者 一直都還沒死 漁伯這句話 令我有一種莫名的心經肉跳 祖師爺 是幾多年前的人 就算再點天賦爾品也好 都不可能這麼長命的 如果是別人說這些話 我肯定以為是亂說廿四 但是余伯說 這些是師父留下的話 那我就不敢亂猜了 按他講 河神修人這個說法 只不過是近二三十年才有 在大河灘的江湖門派當中 有一個叫做金玉堂的 是專門在職屍地圖金的幫派 平時做的事又髒又累 而且風險很大 不過 就可以掘到金沙 所以一般都財大氣粗 而那一年 金玉堂的一條船上面 大概找到了一百幾輛的金沙 準備交割到總堂 一百幾輛金沙 在大河灘這樣的地方 算得上一匹橫財 所以為了保險起見 金玉堂整隻船請了十幾個身手好好的男人 再加上船工集役 做足三十幾個人 這隻船 開到了一個叫做封煙口的地方 突然就翻船 一班人蓬蓬升下水 下水之後當然拼命四圍地游 但是周圍的水面 突然出現了很多船窩 而船窩一出現 他們就全部捲入水底 當時有個 在船上打閘的小火機 在翻船的時候 他剛剛走在船邊上面 但翻船的力度就很猛 竟然一下 將他整個人拼出去 於是這個小火機就死裡逃生 在整條船的唯一幸存者 他目睹了翻船之後的所有情境 但是他是個小蛙 他說不出事 只是用手腳不斷比劃 人家根本就很難明白是什麼意思 不過金玉堂也很有耐性 他為了將整件事查過水落吃出 竟然花了一年多的時間 找人教這個小蛙式字寫字 一直到小蛙式寫字之後 金玉堂的人才知道 原來當時翻船 船上的人全部下水 水面周圍那些船窩當中 竟然全部都是浮屍 浮屍在船窩裡起起伏伏 下水的人就接二年三被拖下水 再都沒有誰可以重新浮出來 而今次意外之後的二十多年時間裡 那種翻船下水 船窩出現浮屍拖人的事 又出現過很多次 尤其是一些平時走水路的江湖幫派 幾乎全部都遇到過這樣的事 所以船窩和浮屍 對他們來說是一個謎 沒有任何人知道背後到底隱藏著什麼秘密 所以久而久之 他們就唯有用河神修人來形容這件事 河神修人是拿命的 特別是對那些靠河賺食的人或家族 畢竟他們要在河裡賺食 所以遇見河神修人的紀錄就更加大 河神修人久死一生 涵者識辨 所以有人看到翻船落水之後出現船窩 那就馬上知道是遇見河神修人 而隨後我想起了青鑼幾年前遇到的事 那次說不到河神修人 只不過青鑼和那個雅仔一樣 運氣都比較好 可以死裡逃生 說到這裡 余伯拿回個煙袋出來 又才開始吃煙了 十三 聽明白沒有 那些不是什麼河神修人 而是你們的祖師爺 在這裡修人 第二十三集 大人 上次余伯跟我說 他說河神修人 其實就是祖師爺修人 那我馬上問 余伯 祖師爺修人 他想做什麼 這個 誰知道 就算連你師父 他都說不到 余伯說的話 我就不是懷疑 傳聞當中的祖師爺藏寶地 只有青鑼一個人去過 而且還是狐狸狐途地去 懵懵懵懵地回來 如果說河神修人 真是祖師爺修人 那祖師爺的目的 就是個不解之迷 而一想到這些 我就覺得 後來就微微發寒 喂 祖師爺是幾多年前的人 一直捱到現在還沒死 那他就不可能是那個人 而是一隻妖怪 我今次之所以過來找余伯 其實最想問的還是我爸爸的事 哦 余伯 還有我剛才跟你說的那些 我爸爸五年前下了水 無影無蹤 師父就說應該找不回 但是 但我今天在船窩裡 又見到他 十三啊 有很多東西我真的不知道 不過 如果按你所說的話 我反而有個想法 不過說出來怕你不喜歡聽 哎呀余伯 你有什麼說什麼 早就說得了 我們有一句古話 叫做為虎作槍 你應該知道的 我從小開始 就沒有正經讀過什麼書 大概五六歲的時候 我爸爸送我去 嘉梨村一個 前清的老秀彩辦的學堂仔 讀了一年那麼多 後來我就不讀了 不過 爸爸都教了我識字 還有不少典故 所以這句為虎作槍的話 我還是聽得明白的 反正不是什麼好話 余伯 這句話我知道 那你的意思是 你不覺得 那些船窩裡的浮屍 就是槍嗎 哎呀 那不是啦 我一聽余伯這樣說 為了維護我爸爸 馬上要否認 只不過 當我一說完之後 我馬上又覺得 我反駁不來 那如果不是我親身經歷 親眼看到了我船窩裡的爸爸的話 那我可能還想不回起 之前清羅當初的遭遇 在幾年前 清羅出事的時候 是整船人 整船的無辜百姓 除了清羅之外 整船的百姓 全部被拖下水 做了冤死鬼 除此之外 總是余伯說的大河灘當中 那些江湖門派 死在船窩裡的人 不可以否認 那些江湖門派裡面 肯定有皮家花家這樣的人 但是不是所有江湖人都是惡棍 其中肯定有不少鐵骨真真的好汗 但是 只要遇到了船窩 遇到了河神修人 不理下水既是誰 是善還是惡都好 全部都要拖下水浸死 余伯坦淡氣說 我真是沒有親眼見過河神修人的 不過有些東西不用親眼看 想一想都明白了 你爸爸五年前被河水沖走了 你就住在河灘邊的 你難道還不知道 他還有沒有命嗎 余伯的意思就是 祖師爺修人 是需要幫忙 那些在船窩裡的浮屍 就是他的幫忙 幫他把下水的人 全部帶回到河底 我的嘴有點發苦 心裡也又酸又結 就算我不想認也好 但是余伯說的全部都是實話 五年前 我爸爸如果不是死了 那他有什麼可能回來找我呢 也就是這個時候 我才猛然想起了 剛剛遇到師父的時候的事 他跟我說過的一句說話 他說過 有些河水死了的浮屍 是永遠都找不回的 因為那些浮屍去了個 沒有人知道在哪裡的地方 唉 我真的很不舒服 是那種形容不出來的難受 爸爸如果出了意外 不幸喪命 那我至少還可以修煉他的遺體 好好安葬 每年的清明和7月15 去跟他燒些衣紙掃下毛感 但是他現在變成這樣的樣子 我真的接受不到 余伯收起煙袋 拍拍我的肩膀說 十三 不要想那麼多了 你只要明白一個道理 既然這件事已經發生了 你想得再多也好 都是淘添煩惱而已 那你趕了整晚的路 我請你吃一頓飯 魚伯拿了一條養在水裡的魚出來 又走了油缸裡面撈一塊肉 切了一半 以前的鄉下人 就不是經常吃得到肉 有時偶爾吃到了 吃不完就要放入油缸浸煮 這樣就可以保存很長的時間 魚伯煮好了飯 我們一起吃吧 這頓飯算是有魚有肉 但我吃得好沒有滋味 魚伯自針自飲 下一口說 唉 前後不夠半年的時間 皮家牛花下寡婦 他們一個二個都找到你 雖我說 你還是快點換一條船 而我 都要搬一下屋便可以 哦 魚伯 你住得好地地 為甚麼要搬屋 喂 我是幫你們保管住肉頂爐的 怎可以不小心點 哈哈 附千登 將身後屍托付給我 就是因為他知道 我好大算是個說話算數的人 我既然答應得他 就要盡心盡力的了 魚伯一邊喝酒 一邊將他的新家 跟我說了 他算是半個湖湖人 以前因為生性耿直 得罪了很多人 所以提前密室了好幾個落腳的地方 而我吃完飯之後都不想再逗留了 我是為解惑而來的 不過疑惑沒有完全解開 反而令自己心裏硬著硬著的 唉 魚伯跟著我步行了好久 幫我把四艘船開走了 我是按照他的吩咐 來到河岸西邊的村仔 這村仔有好幾戶打魚 快到冬天的時候 魚伯全部收工不做事 於是我跟他們買一隻爛魚船 剛剛買的爛魚船開得不太順手 粒粒粒搞了好久 等回到家的時候 天又黑了 青若又是眼白白等著 一見到我回來 馬上起床替我洗臉換衣服 是不是肚餓了快點吃飯 他又擺好碗筷 笑一笑話 今天剛好是十五 我去雜市上面買些肉 特地等你回來吃 啊 以後我們還是節省一點 我自己的錢 今天全部都用完了 魚伯說舊船不安全 那我買一新船 而青若聽到 是說魚伯叫我換船 他都沒有說些什麼 啊 換了船 那是不是就不方便了 以前你的四揚船 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勞斯的了 那現在你換了船 人家看不出 是不是你要自己去找生意啊 嗯 是啊 要自己找生意啊 見到人就問一下咯 問一下他們 是不是請人打鬧家屬 哼 如果問對了 那也沒什麼事 如果問錯了 撞到個脾氣臭些的 看怕動手打我都像 青若掩著口笑了起來 夾了一塊肉給我 哼 你的錢如果用完了 我這邊還有的 不會餓你的 唉 趁著天口還不是特別冷 我還是想每天出去轉一轉 等我真的冷到出不了門那時候 再過冬呢 果然跟我想的一樣 換了一隻這樣的爛魚船 沒有了顯眼的生招牌 生意真是冷清到極點 完全沒有人問 但是我又不敢隨便問人 所以換船之後大半個月左右 一旦生意都沒有 而這一日又是白做的 我從河東岸挑到河西岸 又從河西岸飄回到河東岸 來來會回走了好幾轉 我一直都在想著 難道自己的下半世 就要這樣過嗎 沒有了爸爸 沒有了師父 一個人孤苦伶伶 不過我轉念一想 至少現在還不算孤苦伶伶 有青龍每日照顧著我的生活 有空的時候還要聊聊天 而在快到晚飯時間的時候 唉 沒了解 準備收船回家 正當我從東岸開船走回西岸的時候 我看到河灘那邊走過一個人過來 還遠遠向著我招手 只見那個是頭髮胡蘇都白白的老人家 看樣子風塵扑扑趕了好遠水路 整身上下黏滿灰塵泥土 一直等他走到我面前的時候 我才看出了 原來他穿的那件 是一件青灰色的杜仆 頭髮上面還插了個髮計 這個青灰色杜仆老人家站在岸邊說 靚仔我想去對岸 不過最近的橋都是四五十里之外 如果順路的話 可不可以麻煩你把我帶到對岸呢 這個老人家生得慈美善目 如果比著以前 我肯定想都不用想就答應他了 不過之前蝕了兩鋪大底 我就不想要第三次了 而這個老人家似乎看出我有些圍欄 絲毫都不勉強吧 微微一笑轉身就想走了 如果不方便 那就有他了 聽他這麼說 我想想想想 唉 都是幫他了 於是我說 唉 都是等我送你了 我剛好要去對岸而已 老人說一聲多謝 躺著淺水走上船 而我小心開船到對岸 老人一直坐得很安穩 一點不對勁的地方都沒有 而等到對岸之後 老人從船上站起來 認真看了我眼 靚仔 我沒有船錢給你 不過就可以送一句話給你 喔 是什麼話 你臉上有妖氣 是很重的妖氣 你的老人家臉雖然臉帶微小 但是說話語氣就很正經 你家裡有妖啊 第二十四集 妖氣 上次說到 這個老道士說 我家裡有妖啊 我一聽他這麼說 才一嘔 然後馬上覺得 自己被人當傻仔 這樣看了 鬼咩 大河灘這樣的地方 周圍都是行片的江湖術士 逢人就困 怕到你疾了之後 這些江湖術士開始 吹自己怎樣可以 航摩除妖 哼 我才不領事 我將船仔靠岸 當他沒有道敢說 威大爺 飯可以亂吃 也不能亂說 我本來都沒有打算 收你什麼船錢的 而這個老道士 對我的態度 好像不著緊 還是對我微微保持最微小 你本性善良 面上的妖氣很重 只是因為被沾染了 你的命數本身就平緩順和 但是中途出了變數 如果我猜得沒錯的話 這幾年之間 你是接連遭受了波折 親人故去 招不保值 我原本都不打算和他爹 因為心中早認定了 這傢伙絕對是江湖騙子 但是當他這番話說出來之後 我有點好奇 這個老道士含無其次 但是又將我這幾年間的經歷 大概描述了出來 這樣一來 我對腳就好像生了筋一樣 想走也走不動 很想聽聽這個老道士 還要說些什麼 但他對眼就很毒 繼續微笑說 如果我說得不對的話 你恐怕都不會留下 聽我繼續說了吧 以問不如眼見 有些事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老道士身上有個小包袱 打開之後 裡面拿一隻碗出來 看怕就是沿途趕路的時候 用來吃飯飲水的碗 這隻碗很普通 就是普通民謠燒製的粗池碗 但他也不嫌髒 直接用碗仔 在淺水上面 拋了半碗水 使見混濁的河水 在碗中慢慢沉澱 逐漸變清了 等到水差不多清完的時候 這個老道士不知從哪裡 拿幾粒米丟進去 然後我托著碗 舉到我面前 這個碗一舉到我面前 水面上就倒影出我臉 我忍不住好奇 倒下頭望了望 我突然覺得自己也挺帥的吧 只不過我又望了兩眼 我頭皮開始慢慢躲起來 因為我見到自己的臉上 好像蓋著一陣模模糊的氣 而這一片氣 說黑又不是黑 說白又不是白 總之是糊塗糊塗一塊 混混鈍鈍的一款 我就暗中打了個冷陣 只不過還是很老定地 拋開了碗水 老大爺 六十里外的鎮上面 每逢初一十五 在街頭巷尾都有人弄成這樣的象眼法 一個崩就可以看日 你看怕沒有見過真正的高手吧 有沒有聽過青衣樓 青衣樓的人 可以當著裡面 放一顆西瓜子下去 一親飯時間 可以生出大西瓜 老道士肯定聽出了我言語當中的嘲諷 不過他耐性很好 他一點都不生氣 繼續說 你身邊有個人 是個女人來的 他本身死過一次 但是又沒有死 他有大氣魂 所以可以死女逃生 不過身上就似了很濃重的妖氣 而這些妖氣蔓延到你的身上了 我聽到這裡有點心驚驚了 大把口還不肯復軟 唉 那些西瓜 一頓飯時間出來的了 切…切…切開了之後呢 呃… 老道士微微蒙著眼 沉淫了一會兒說 他的命數很怪的 而這個女人呢 要不就是你的貴人 要不就是你的黑性 你命中的劫 全部都要靠他 就看你有沒有膽孤主一擇了 賭對了 他就保你平安無事 如果賭錯了 那就再沒有回頭路可以走的了 那些西瓜好大好甜 雖然我嘴巴說西瓜 但是老道士擺明 他是說青鑼 幾年之前 青鑼原本就翻船死了 只不過最後僥倖死女逃生 如果道士所說的是真的 那青鑼身上的妖氣 是不是就三眼浮屍帶給他呢 我摸了頭 不敢相信 但又不敢一點都不相信 老道士輕輕低低的頭 繼續說 既然遇到就是有緣 無論是善緣還是葉緣 都是緣 勞煩你帶我過河 多謝 說完兩句話之後 老道士轉身就走了 他走得不快不慢 我站在原地 發呆地看著他的背影 都不知道是回家好 還是追上去問他一問好 不過我想來想去 還是沒有追上去 他說的話雖然令我心裡有點不舒服 但是終究都是平水相逢 如果太當一回事的話 那自己的眼力很大 我等他走遠之後 又在周圍轉了轉 確保周圍沒有人之後 才回小村 而青鑼和往上一樣 煮好飯等著我回家 當我回到去的時候 在逢衣服 天口冷了 我找村口的劉二叔 拿一些棉花 幫你做一件衣服 明天後約都差不多做好了 到時給你試試看 吃飯的時候 天都黑齊了 我和青鑼面對面 坐在油燈之下 估計還因為見到 那個死人導使的緣故 那邊吃飯 一邊偷偷偷蒙青鑼 只見他膚色很白 平時不用用脂粉 除了年齡大一點 面上有些皺紋之外 真的沒什麼不妥 我再看了一會 也看不出他面上有什麼妖器 你 你看什麼 聽到青鑼這樣問我 我馬上收斂心神 看你 谷裏面就是我們兩個 除了看你還可以看誰 我…我有什麼好看的 嗯…你生得很白 而且近來我看著你 好像又年輕了 我…沒有來正經的 青鑼放下筷子 轉轉頭 重重蒙蒙跑出房子 唉…這一晚 我整晚都睡得不踏實 就算心中不緣去想也好 但老道士說的話 總是一次又一次在我耳邊兜來兜去 日子過得很快 一轉眼又是兩個月過去 而河灘到了天寒地凍的時節 還下了今年入冬之後的第一場雪 今年的天氣有點不對勁 春期就很少 冬天的雪就很大 第一場雪就飄飄沙沙 足足下了兩天 聽村裡的人說 甚至有些房屋的屋頂 被雪壓到淋了 鄉下人家過冬 是件很舒服的事 因為什麼都不用做 每天吃吃 睡睡就搞定了 但對我來說就很無聊 由早到晚都不可以出門 我乾脆找些木料回來 試做些木工 看看可不可以做到新床出來 做了兩天之後 又落了一場雪 我看廚房不是很紮實 怕被雪壓淋 又用了一天的時間 把廚房收集了一次 唉 白天一忙 覺得很累 晚上睡得很軟很軟 而當我睡到後半夜的時候 我被一陣滾滾滾的敲門聲驚醒了 這陣敲門聲非常之急 差不多敲爆我門板 我就不知道什麼事 馬上穿衣 拿起木棍走到院的門前 地上有積雪 頭頂有月光 影照到白形形的一片銀亮 我暫時沒有開門了 先透過門看一看 一眼看到了 在院外敲門的是同村的劉二嬸 而她身後還站著她的男人劉二叔 和兩個肥腾腾的他們的兒子 但我和村裡的人 不是經常打交道 但我知道這個劉二嬸很惡搞 有時候的那麼多事 就會塞在門口罵半天 她又說了 屋裡的人是不是死了 來了來了來了 我就開了院門 看著他們四個問 二嬸 這麼晚了 有什麼事 而劉二嬸的渺渺嘴 忙了我眼 插著腰狂 你都裝得幾次樣的 你們家 是不是藏在那些吃人不吐骨 喝血不眨眼的妖怪呀